经常胀气是怎么回事? 如果胀气伴随便秘或者是腹泻又或者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 这种时候考虑是肠道功能紊乱 医学上我们称之为肠胰肌综合症 如果胀气还不停的打嗝 甚至有的人有反酸啊烧心胸骨后烧灼的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可能考虑是卫食管反流病的可能 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和食物有关 最常见的就是喝奶之后出现腹胀 有的时候会出现腹泻 这种时候我们考虑胀气与乳糖不耐受有关 就是身体内缺少一种叫乳糖酶的物质 导致奶制品中的乳糖不能被吸收 这样的人群可以选择舒坏奶去解决腹胀气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腹胀肚子不舒服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找个暖水袋啊 或者是热水瓶 然后给我们这个腹部进行一个保暖 同时呢以肚脐为中心 用手去顺时针去按摩我们的肚子 帮助肠道蠕动排气 或者是也可以选择到卫生间去蹲一蹲 通过排便和排气来缓解这样的症状